众业飘香庆端午 金门县五江老人协会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 理事长杨树毅特别精心规划 包纵和歌唱大赛 让协会长着开心过节 一大早婆婆妈妈还有理监士们 忙进忙出的包纵子 当天下午还接续歌唱比赛 整个协会好像是在饭喜事非常热闹 我们金门县五江老人协会 是成立在87年11月份 至今已经有第22个年头了 一直以来就是缺乏一些 金会的益助跟帮忙 那很多这些会员 平常都用休闲的时间 在这边唱唱歌 那今年的109年度 因为刚好疫情过了 刚好也很久没有 大家这样一起聚集出来逛一逛 那我们特别举办众业飘香的庆端 那么大家来帮帮种子 我们这次讲了一千两百个 我们整个活动是从早上八点钟 到下午将近五点 我们三点钟会开始一个歌唱的竞赛 那么在昨天我们也很多同仁 李建市大家很辛苦的来这边帮忙 整个的环境打扫 整个做一个前置作业的准备 金门县五江老人协会成立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历史长杨树毅上任之后 积极整顿规划协会未来的方向 给协会新的气象 所以大早社区的志工和婆婆妈妈 以及各司其职 有的备料草料有的包种子 大家分工合作包出上千个种子 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总务主任 我们总务长李行燕先生 一大早就来这边洗一米 那么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些 算长青组 但是我们是老人组 那么他们这些可能比较 有些这种像绑肉粽的技术都还不错 可是还是要一些专业的 所以我们也请了胡虹社区的 我本身是胡夏胡虹人在这边 然后请他们来帮忙 等一下我们也好好的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一下 那另外我们这次整个的素材 是由金门县年社 来帮我们全钱做主导 你看看我们现年社给我们的优惠 那个重业 重业一包一样是150片的 外面不知道卖多少钱我不知道 听说40 45 我们现年社是卖38块 他还给我们折扣35块 所以我们是用最经济的 然后整个这些都是台湾来的 除了应景的包种子活动 协会也精心规划出小型的歌唱大赛 让平时喜欢唱歌的协会成员 报名参赛 唱出活力 协会还特别邀请三位 有音乐底子和经验的评审 帮比赛歌手们评分 好像一场小型的音乐嘉年华会 让人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头 新闻的生活才有病 光影响 啷 哪种是 这种少年 这种的听众 是 让人感动 compatible 我们行了 我们 可以 使这种 内容 今天下午我们也特别 举办了一个歌唱竞赛 我们也聘请了金门县 这些歌唱的知名人士 蔡建杰先生 还有李梅宁小姐 来作为评审 虽然是一个通乐快乐的 一个简单的仪式 但是我们也慎重其事 办得有声有色 那我们这边的歌唱 我们有水哈 我们有王瑞霞 那这些唱歌都是一等一的歌手 我们这种长青族 老人的歌唱比赛 还得过前线第二名的 第一名 第一名第二名都有 黄大哥对不对 两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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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想我们整个的这个族团 要让它切实的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常常讲 能到老年不绰合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今天的生活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握每一天的生活 过出精彩 过出精彩生活的每一天 协会比赛成员各个是卯足全力 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 除了比歌声还有婆婆妈妈 特别在自己身上精心打扮 让自己更抢眼 吸引评审的目光 虽然吴江老人协会 只是一个小小的协会 但是只要用心规划 就能做出一番不一样的新氛围 感谢观看